所以 他會爬樹喔 成龍有來過 這裡有幾位阿兜仔在玩桌遊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掰掰 今天這支影片帶大家來逛逛 這個叫鞏嘎嘎嘎 今天的行程除了來逛市集之外 也會去別的地方 所以這支影片就不只是這個市集 就跟著我一起去曼谷 一日遊吧 GOGOGO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左右 這邊是魯皮尼公園 在魯皮尼公園裡面 他會有很多的健身設備 像這個當槓 然後有時候大概在傍晚的時候 你們經過這邊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人來這邊做運動 慢跑啊或者是健身等等的 或是也會看到一些猛男啊 在拉單槓這樣子 很厲害 還是怎麼辦到的 太厲害了 紅池字博覽會 除了有市集小吃之外 他們也會有像 政府單位的一些展出 像這個 就是泰國政府單位的 這一攤的話是百貨 有一些家具公司啊 或者是一些百貨公司 他們就會做這個展 然後大家就可以來買 然後有一些商品 他們會有打折特價 這邊分很多區域 大家可以 就是我是隨便讓 欸有貓咪 有貓咪 這一區也是有健身器材 這個市集很大 然後我通常來這邊逛的話 我就是隨便亂逛 這一攤展出的單位是 叫做勞工局嘛 就是跟勞工相關的政府單位 看看他們有賣什麼吧 這裡有泰國以前的這種遊戲 這邊也有中文版的吧 這個 然後也會有賣一些包包啊 衛生紙啊 什麼類的 就是很生活化 其實有一些單位 我不知道它的中文叫什麼名字 大家就看看氣氛囉 家料的歐灣丁 有時候他們辦活動啊 他們都會有這種特別的杯子 或者是裝飲料的桶子等等的 然後在這個活動啊 他們也會響應環保 就會做垃圾分類 來觀光裡面 其實我很喜歡這種 泰國傳統的包包 然後這邊也會有賣 這裡面的話有一些小市集 會賣一些衣服啊 然後用品之類的 用品之類的 這裡是帕里山 短辣的物品 有一些餅乾 零食啊 小包包 麵條之類的在這邊 然後價格都不太貴 因為都是比較平價的 然後還有一些 這種草藥啊 藥油啊 這些 有一些都是來自外服的品牌 這邊都是南部的零食點心 這也是來自蘇拉塔尼的 這個是來自蘇拉塔尼的 喔 這個是來自蘇拉塔尼的 這樣便宜嗎 不可以吃蘇拉塔尼的 這樣便宜嗎 這樣看得我們的嗎 那邊吃 喔 那我懂 這是可以直接吃的 不需要再加什麼熱水 是有點像科學麵那種 好酷喔 嗯 好很好 好 這也是花生 但是它的 條文很像蛇啊 這是老虎的意思 所以他們叫 好酷喔 長這個樣子 很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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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烏龍茶 有很多青來 有很多青來的烏龍茶 在這邊 好 現在看完了 這個應該是 就是那個軍人 跟軍人相關的 的那個 站 那個什麼 他說是 就是陸軍的意思 這個很好看 690泰銖 這邊還有很熱門的活動 就是抽獎跟摸台 然後這邊的摸台活動啊 就是你摸到之後 可能是車子啊 房子啊 還是腳踏車啊 等等的 就很有趣 就是摸台的方式 但是在台灣的方式不太一樣 他們就有點像是 那種 有一些是撈那個球啊 然後抓那個星星啊 大家可以體驗啦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現在到的這個地方 是好像也是跟警察等等 相關的 櫃位 然後給大家看這個 它這個是吊飾 它這個吊飾 是子彈的形狀 M75 這個是M16 那個 這個 這個11號的 它只有兩個款式 30泰銖 這一家公司的名字叫做Lodi 他們有很多的這個調味粉 就有點像康寶那一種 他們的品牌很有名 他們的品牌很有名 剛剛我經過這一壇啊 好多人在排隊 我很好奇他們是賣什麼東西吃的 好香喔 它的味道就是那種辣辣的 然後又很多香料合在一起的 你變小聲 你怎麼吃的 你怎麼吃的 我吃的 我吃的 這是中部的料理 這個應該是 炒內臟 然後它這個是炒筍子 然後還有 Gapau Moussap 還有煎蛋飯 這個是 乳雞腿 他們的乳雞腿的香料還在上面 給大家看 乳雞腿味道好香喔 這鍋湯好濃郁喔 這家店是賣 這個是野奶魚丸 它會把這個東西淋在 那個米線上面 一般中文會翻譯魚丸米線 但是其實魚丸米線有很多的口味 你可以選 有一些是綠咖哩啊 或者是其他的這種口味 魚丸米線之外 他們還另外提供了 蔬菜區 有一些是燙過的蔬菜 有一些是生菜 在這裡 有榨菜 苦瓜 這個是高麗菜 有好多料喔 這一攤賣豬腳飯的也很厲害 最後我選了一份雞蛋飯 三十五泰豬 就是有各類的料在裡面 洋蔥胡蘿蔔 洋蔥胡蘿蔔 蔥還有什麼之類的 洋蔥胡蘿蔔 蔥還有什麼之類的 它會爬樹喔 這一隻它會爬樹 這一隻它會爬樹 現在前面是四面佛 待會我要去懷念 現在在等紅綠燈的書長 然後剛剛啊 這位大哥 他給我一本書 給大家看看 這本書它的名字叫做 它叫 感覺是那個 類似那個 你們說的 有點像聖經啦 我感覺 但是我還沒看 我覺得蠻有趣的 是佛陀還是耶穌 我看了耶穌 耶穌 謝謝耶穌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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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去櫃台繳費 兩個人是270泰銖 他說如果你不想等的話 就是你想要直接回家的話 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 你要就是 就是坐在那邊 然後後面舞者跳舞 也是可以的 好勒大家現在在星巴克 坐著喝咖啡 今天跟朋友約在一個地方 然後那個地方我還沒有去過 剛剛我去四面佛還運結束啦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小故事 其實也不是說什麼特別 特別什麼樣的故事 就是我之前就有跟四面佛許願說 我想要在今年可以完成兩件事情 就是 第一個是把舊帶可以趕快還完 然後第二件事情就是 可以存錢存到我理想的樹木這樣子 那第一個願望有達成 今年年底的時候我很幸運 台灣的教育部吧 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在就學貸款上面有做減免 所以我就被減免了一半 好開心的 不然的話我其實在泰國生活 每個月都要把錢存到台灣的銀行裡面 但是因為我人在海外 我沒辦法就是每個月都把錢存進去 那如果要累積一筆樹木的話也是蠻多的這樣子 所以我中間可能就是有回家回台灣 我才會把錢趕快先存一存 然後存好之後再回去台灣 把錢存到台灣的銀行 就有點麻煩就很不方便 那我也不想麻煩其他人 所以在匯錢這一個方面 我覺得很麻煩啦 然後下一個願望是存到理想的樹木 但是這個願望還沒有達成 我希望我可以在明年2024年 可以達成我的存錢的目標 現在我們到啦 到餐廳啦 其實這不算一間餐廳 這個地方叫什麼名字啊 這個地方叫 那如果不是記得可以來嗎 可以 就是有吃的 有飲料 有喝的 然後今天剛好是桌遊之一 也就是可以來玩桌遊 今天的桌遊是免賽嗎 好像桌遊是免賽 而且不錯耶 對啊 然後就可以跟很多的外國人 練習英文 然後玩桌遊這樣 或者是你有朋友 也可以跟朋友一起過來 你也可以玩桌遊 然後這邊還有吃的東西 像那個剛剛姊姊有說打拋披薩 很滿好吃的 所以待會還滿感興趣這邊的食物的 這邊有吧台 這個吧台也是很漂亮 然後座位就很有感覺這樣 然後來這邊順便練我的破英文 這裡是桌遊 有很多桌遊 已經好久沒玩了 我覺得我最擅長的還是跳棋 還有其他的遊戲 這是什麼啊 五子棋嗎 這裡 這裡 這裡有幾位阿刀仔在玩桌遊 這裡有幾位阿刀仔在玩桌遊 感覺大家都很厲害 哈囉 這邊的環境是這樣子的 然後這邊好像是用餐區 它的價格大概是350 270 240 大概2-300左右 有了還有啤酒 感覺其實要自來自去 還是喜歡吃夏威夷啦 好 它是那個馬卡 那個 它是一個美女 明賴很好演的 成龍 成龍有來過 對啊 它是在演講是在樓上嗎 還是在這一邊 應該是在這一院以後 它背景有 這個是阿天洗張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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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這個是迷人牆 有來過這邊的 這裡還有撞球 剛剛姐姐說這裡也會有 有名的人來這邊舉辦演講活動 這邊的活動演講 有一些可能是免費的 有一些可能是要付費的 那大家如果感興趣的話 可以加入這邊的粉絲團的臉書 來關注他們的消息喔 點了一杯泰式奶茶 這個是打拋披薩 它的打拋披薩沒有很辣 然後趁熱吃的時候餅皮是軟軟的 然後後面這邊呢 很脆 味道剛剛好 不會特別辣 然後也不會特別鹹這樣子 不錯 好的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也剛好要回家了 今天帶大家去逛逛 早上的紅池智慧市集 然後中午再去拜拜一下 然後晚上再去跟朋友一起聚餐 那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慢慢看生活 然後follow我的 Instagram跟Facebook 通常我的生活 或者是現實動態 都會放在 Instagram跟Facebook上面 只要是比較 比較深入泰國的主題 或者是我去旅遊等等的 都會在上面發布喔 那我們下一支影片見了 再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